你们都异异吧 看看下一步怎么办 云子号还见不见 承安 你说 孩儿认为云子号的重建倒在其次 首先咱们要查明云子号这把火从何而起 追究责任 要做到赏罚分明 既然是赏罚分明 咱们外人的罪要问 自己家里的人的罪也要问 家里的人 家里的人都谁有罪啊 我觉得萧子傅作为保全役的大掌柜 云子号失火他难逃甘心 再往下说 我认为 小子傅作为云子号的大掌柜 云子号一把火毁于一旦 他不负一点责任的话 这个 咱们怎么管束下面的人 这个 不好负重了 拿下刘 你心里想的什么 爹是一清二楚 这位可是从日本国 回来的纪宗齐纪先生 正是 你是 在下姓廖 单名一个妃子 是彪头派我来的 这位可是从日本国 你们家彪头可真够厉害的 我这只脚刚刚踏进山西 他就知道了 纪先生初回顾礼 请 我带彪头为您接风 不停爹的话 非要娶一个不三不四的唱戏的女人 闹得满城风雨啊 你去世的妈惯着你 我也就依了你 可是你娶妻之后呢 更不像样子了 不想大事 不许正业 喝花酒抽鸦片 你 你还能撑起世家的门厅吗 你真是个能享福的公子哥 爹 您说我说 我不说不说的吧 您非让我们说 说了您又不高兴 弄得我这 我难道还不如肖子夫 这么个外人吗 谁是外人 谁 这也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